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今天早上 打开Google 看了一下 OpenCore 它好像又升级了 好像昨天升了级 升到0.6.9版本 那我们现在自己 我自己的这台机器 那现在还是0.6.8 0.6.8 它会提示我升级 以前也录过很多 这种升级视频 反正就各种 留言 各种疑问 主要原因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要从0.8 0.6.8升到0.6.9 那其实我只夸了 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时候它的 config.pbs的差异不特别大 所以每次改动量也比较小 然后有 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每次你去比较 这两个版本的文件差异 然后去修改 差异的部分 其实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而且有很多人 他不是这个版本 他比较出来的差异 其实非常多 然后他也不是特别确定 哪些能改 哪些不能改 那今天 我就录一个视频 这个是 从任一版本 升到0.6.9 那这个怎么做呢 那第一步 我们需要去构建 一个基础的 欧非的结构 其实就是拿 温可 TKG里面的 结构复制出来就好了 所以这里我们 会把老的 ICPI复制过来 因为ICPI 其实不需要重新做 然后在我们老的 这个注入的 那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下载最新版 就好了 然后再重新编辑 这个config.plist 我们去参考文档做一遍 那这样子 你重启一下 你的东西就是最新的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只要你自己会编辑 这个config.plist 那本质上 嗯 就不会出现什么 意外的情况吧 OK 那今天我们 我去带他 就 我就坐一遍 也睡一下 然后随间我们去下载 人电6.9的 open call.pkg 这个list standard 那我们先把它下下来 OK 然后我们把它下下来之后 嗯 干嘛呢 我们在桌面上 申建一个文件 就叫 EFI 嗯 桌面上就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EFI 好 这个EFI里面其实是需要一些内容的 哦 最好烦 那 这是我老的EFI 我们先去download 我们把刚刚下载的解压开来 在X64 就X64目录里面有 这两个东西 就是它的EFI的基础结构 那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这个EFI的基础结构 对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那这个复制过来的时候 里面有一东西 其实我们不需要的 那比如说 在Drivers目录里面 OK OK 我们留下这四个文件就可以了 那 那其他的 嗯 OK TOS都在 那其他的我们先不用管 然后 这个基础结构就做好了 那做好了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把老的ICPI复制过来 那 把你本机的 你的老的 这个 EFI文件 里面的ICPI 把它复制过来 啊 USD 其实没什么用啊 我们不复制了 我们只要这三个 都要管 啊 这四个 我们那个就不管它 OK 那 ICPI 就算做好了 这个好简单的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了多少个 Drivers 那 这些东西 全部 要下载 一个最新版 放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 OK 那这个怎么做呢 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 去参考 OpenCore Install Guide 我Google一下啊 打开 Getting Started 在这里有一个 GarrenFiles 好 这里面都是现成的 一个是HFS Plus 啊 嗯 这个我们是需要的 那我们干嘛呢 呃 我们把整个目录都 都拔下来就好了 我们把整个目录都拔下来 我们把整个目录都拔下来 我们在复制东西啊 啊 为什么我们把整个目录拔下来呢 原因是 我们开机是有画面的 然后 这里面有一些Icon 我们需要的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需要的 那我们需要哪个 第一个 Driver 嗯 那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按照它的文章 啊 说我们要哪些 这个就是OpenCore PPG 所以我们不用管它啊 啊 它有标注这几个文件是干嘛的 嗯 先不管它 我们原来都是没有的 所以 所以 这个应该是很辣的版本 它不需要下载的 那我们就不要下载了 我们把原来Web踢过来就行了 OK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文件 8个是吧 好 那原来的里面有多少个 8个 那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哈 看一下 有个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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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对一下啊 OK 那这一步 我们要注入的内核文件已经做完了 那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步了 我们需要 到处第二步的 我们要重新编辑这个文件 那我们重新编辑这个文件 我们还是需要参考文档做的 那我们去参考一下文档文档在哪里 那Coffee准断 我们是哪一个 我们是Coffee Lake 点Coffee Lake就好了 然后 这个先不用 你去看吧 我们先把PowTree下载下来 我感觉我好像显得不特别专业啊 按道理我们这上面应该也有很多 嗯 我们应该有很多 这个工具应该是现成的 诶 为什么没有 我们应该很多工具是现成的 那我 我现在要干嘛 我现在要把 呃 所以这一步 其实重新编辑这个文件 其实还是比较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要记得你之前都干了些什么事 那现在你才能说 呃 我复制一个文件过来 我是不是OK 呃 如果你不记得你之前干了什么事 那这个事情还是比较讨厌的 呃 那最后我会提供一个方法 让你最后做一个确认吧 啊 那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samble.ptist复制出来 那复制在哪里呢 我们把它复制到这个OC的目录里面 然后把它改个名字叫config.ptist 那这个config.ptist是需要重新编辑的 那编辑它使用什么工具呢 使用这个pubtree 使用这个pubtree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打开command o 哦 哦 这个不对 我要去的是哪里 桌面上 dfi oc 对 我们要打开这个文件 那打开这个文件里面之后啊 它有一个功能 你可以直接按command shift r 你可以在这里选 它要我们选一个位置 我们这个位置是哪对 在这个过程目录里面 就是我们要基于它来做 那这个时候你看 那里面的内容 基本上 你要引入的文件 它都给你填充好了 这里面 大部分的内容 它就是 比如说这个spi 要增加的这个文件 它都给你 它都给你填充好了 那你需要做的 就是去对比 跟文档里面的差异 去修改就好了 那修改又几块啊 那这个sdt 我们先不用管它 它已经add好了 那 第二个就是 quicks 这里面是需要修改的 那在boot里面 boot里面 quicks 我们找到 好 对 它说 Z390必须要先修改 是吧 好 我们到device property 对 对 我们是不用它去做简单显示 但是它可以去做计算任务的 那应该是这个 好 下一个地方 好 好 下一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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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ls里面,我们把该关的都关了嘛 然后看nv-ramp debug等于0x100alcid等于 我应该不是一是多少,现在不记得 然后这里有一个sysactiveconfig 我现在我应该也要改过 不记得改了多少,等下去看 redflash plateforminfo,这个我要保证跟原来的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能抄这个,我等下要抄 以前那个 UEFI,这个我不能弄,它自己应该回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比较讨厌的是,我们不知道 原来都干了些什么事,那干嘛呢? 我们把一个老版本的下载下来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改了那些 我们下一个0.6.8,看看我们在0.6.8里面改了多少 就是我们修改前的跟修改后的差多少 这是EFI分区那边的 所以它两个是应该一样的 这边是原始文件 这边是我们改过的 所以我们主要看这边 这个有的 哦,这个有的 Famebuffer 这两个值我都设了是吧 那既然这两个值都设了,那我们把这两个值抄过来吧 在Device Copy里面 在第二个里面,对啊 这是一个地方的不同 coral 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是我们带那个界面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需要改一下 我把security boot关掉了 我把它关掉吧 要不然就不能启动了 ALCID是7 然后这个指 CSR Active Config 我们要吵一下 看了我这个苹果不是特别安全 里面 这个 这个移植性的校验我都关掉了 好 那这个时候第一个MLB 后面没有不一样了 那就等于我们已经改完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文明保存下去 那保存下去之后 那我就整个的就做好了 这个efi已经做好了 那如果这个efi做好了之后 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原来的efi替换掉 这是我的efi分区 这个efi我们把它替换掉 替换掉怎么替呢 那先把它删掉就完了 那建议在windows下备份一下 那我其实假设我已经备份过了 好 然后我们把我们刚刚的efi复制过了 那这个时候 复制怎么这么慢呢 我们先把视频停掉 OK 我们重启电脑 我们重启了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 我们的efi 先启动 不出意外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引导界面 没有出意外 我们果然看到了引导界面 OK 那这个引导界面 第一步我们要clean nvram一下 去选这个学校 然后他现在正在clean clean好了 clean好了之后 建议是重启一下 那我们就是先关个机 然后再开个机 好 OC的界面出现了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我们的MacOS 然后进入系统 OK 系统现在启动 OK 系统已经启动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版本 是不是最新的 看一下 然后 哎呀 已经升到最新了 按照这种方法来升级 其实你可以从你的任意的版本升过来 但前提是你要记得你的config.pls里面改到什么 你要把你改过的东西再重新改一个 OK 祝大家升级都成功 这期视频就录在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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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